大家好,上期跟大家分享过在养护盆栽无花果的时候 一定要改良它的土壤,让它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它后期的生长 但是除了要让盆土疏松透气之外,这个土质也是非常重要的 盆栽无花果它和其他的一些花卉不同 它是一个洗中性并且是偏浅的土壤 但是我们一般南方地区的话,这个土质都是偏酸的 那么长期采用这种土壤来摘种你的这个盆栽无花果 那么就会导致盆栽无花果土壤偏酸化 会影响到它后期的生长和结果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注意改良它的土质了 那么怎么改良呢? 那么改良土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它用上一些石灰粉 为什么用石灰粉呢? 因为石灰粉它就是偏碱的 而且石灰粉里面含有大量的钙质 那么盆栽无花果它生长过程中 它的土壤的话对钙的需求又是比较高的 所以使用一些石灰粉是非常方便 也是非常适合用来改良它的土壤的 将这个盆土产松一点 然后埋上一点石灰粉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相信很多花有家里的都是没有石灰粉的 那么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施肥方面来着手改善它的土质 我们一般用肥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用上这种有机粪肥 比如羊粪或是鸡粪都可以 这些有机粪肥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偏中甚至是偏碱性的一个粪肥 这样的话呢我们将它埋在盆土里面就可以有效的改良这个土质 怎么使用呢? 把这个盆土边缘产松一点 然后把这个羊粪埋进去就可以了 平时也可以在换盆的时候 在盆底给它垫上一层 或是和这个土壤混合均匀 然后拿来栽种这个无花果 也可以有效的改良这个土质 让土壤呈现一个偏中甚至偏栓的一个土壤环境 那么这样呢 你的这个盆栽无花果自然也就是在一个适合它生长的土壤环境下才能够越洋越旺 这样呢就非常的简单跟方便了 但是呢这个发酵服属好的羊粪里面的话呢 它其实里面含义的钙元素是特别的少的 而盆栽无花果又特别喜欢这些钙元素 我们在使用上这个羊粪的同时 还可以在里面呢埋上一点谷粉 因为谷粉的话呢 它不仅粘元素特别丰富 其实它的钙元素也是非常高的 它就能够为盆土补充非常丰富的钙粘元素 也是采用同样的办法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一点这个谷粉就可以了 那么埋上谷粉和羊粪就可以让土壤呢 呃成中性 平时是偏酸性 然后又富含带质 那么这种土壤对于无花果来说呢 是最为适合的了 像这样子轻轻的埋回去就可以了 后期浇水的时候 这些养分呢就会慢慢慢慢的释放 然后被这个无花果水吸收 而且这盆栽无花果 我们一般就是为了让它能够结果的 那么想让果实能够更加的香甜可口 用上一些有机肥的话呢 就是最为合适的 如果用了过多的无机肥的话呢 这个果实 可能它的这一个质量就没有那么高了 好的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